民進黨造謠抹黑不思跟進 拒絕讓民眾黨繼續引進新的機制 然後造成了 行業重心的困擾 我們活在綠色恐怖的時代 我們現在親身的驗證 我們現在要主張的是 把國家還給你我每一個國民 多元透明順暢的監督管道 未來我們還是會繼續努力 會把這個機制建立起來 在6月13號 其實我們就已經跟 行業重心這邊取得聯繫 這個時間背景是因為 當時民進黨已經傳出了多起的性騷案 而且包含有吃案的狀況 所以行業重心因為認為說 民眾黨是一個新興政黨 包括科學治理 還有比較心境 可以來接受第三方檢舉平台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所以說他們主動來跟我們聯繫 這個就是昨天早上在記者會 秀出行業重心可以提供的服務內容 這完全是行業重心提供給我們的簡報黨 當時本來是應該由他們來做說明的 所以也不是單純的 所謂的收發平台然後被超譯 等等都會定期的警示 避免發生類似之前民進黨爆發性騷 卻被高層吃案的狀況 所以所有的不管是受理 然後調查 然後最後做處分 都是在民眾黨的這一端 這也是我們昨天清楚說明的 接下來我們帶來看到 這個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張志豪 他講到的是說 為什麼黨內有評議機制 檢舉機制卻不用 這樣的外部機制 我們戲稱根本就是 柯文哲主席的東廠 當民眾黨在做一個所謂的 黨內自侵行動的時候 民進黨造謠抹黑不思跟進 然後造成了 情業重心的困擾 另外我們來看到包括了 張藝善他也說 就是電話打錄機兼轉接員的服務 還有包括這個無心帶說 這成立100個也沒有用啦 然後也有人講說 這個是會計事務所 時代力量講的 查賬查黑道分不清楚 請時代力量好好的去看 情業重心的業務 他們提供的企業管理的顧問 還有內控機制的預防 他們做了多少的業務 不清楚就說 這個人家是會計事務所 只會查賬 另外還有這個 王婉玉 這個時代力量黨主席 講說掃黑不需要 第三方認證的 噱頭等等 這些在檯面上 其實我不認為是媒體 我認為就是這些我講的 政客 側翼 明嘴的扭曲抹黑 自己不思跟進 拒絕讓民眾黨 繼續引進新的機制 對情業重心造成的壓力以外 我另外還要再講的是 情業重心在12號 也就是記者會的前一天 其實在新聞曝光的時候 就有透過管道 反映說新聞報太大了 我想試問大家 如果一家國內相當具規模的顧問集團 他們有一個第三方舉報平台的服務 如果被媒體廣為報導 會不會不高興新聞報太大 還是有誰不希望新聞報太大 誰手上握著胡蘿蔔跟棒子 我們活在綠色恐怖的時代 我們現在親身的驗證 我們現在主張的是 我們要把國家還給你 把國家還給你我每一個國民 我們不要再活在這種綠色恐怖的時代 我們完全可以體諒 情業重心遭到內外夾殺的壓力 很遺憾 在台灣這樣的民主國家 企業居然還是難逃政治力的宰治 讓這個第三方的檢舉平台 這樣的美意跟制度化遭到二殺 不過我們也要說 從六月份跟他們接觸 七月份簽約以來 其實透過很多的交流 我們得到了非常多寶貴的經驗 所以也是要感謝 情業重心在前期的協助 這個第三方平台 其實多元透明順暢的監督管道 這是我們民眾黨 未來還是繼續努力的方向 未來我們還是會繼續努力 會把這個機制建立起來 那以上說明到此 好